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增减体重百分比这一体 里面当然就是说会有一个 这个人的体重 然后他跟标准体重相差多少 所以他可能会需要增加或减少体重 比如说这个人 你会发现他的体重45公斤 可是他距离标准体重其实还蛮遥远的 他其实等于过瘦啦 所以他必须要增加167.6 才是标准的 那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呢 希望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判断 其实逻辑的部分的话 当然有两种可能性 那题目里面是要求就是说 用那个一幅加偶额 判断不标准跟标准,两种 不过呢,这边当然我们可以用 如果用偶额来判断的话 那你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说 正负5%以上 比如说呢,他的体重 这一条线假如说是5%的话 那表示他怎么样? 这个部分呢,是属于不标准的 那或者是负的,像这条线是负5%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不标准的 那中间的话呢,表示就标准的 那逻辑怎么下,基本上你可以用偶额 那因为呢,你两种情况 如果不可能同时出现的话 那你就用偶额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种逻辑 and,假设啦,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用and的逻辑可不可以做出来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相反的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两个变成要什么?要有个交叉的地方 那这个区段就等下 就是属于标准的 所以其实这一题用偶额或者and 其实都做得出来 那怎么做?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有两个逻辑 所以第一个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插入函数 假设在备注里面 插入一个逻辑 就是逻辑函数里面 没有if if里面呢,当然我们逻辑什么 增减底重百分比 判断这里面的值 是不是大于5% 或者是小于负的5% 都是属于不标准的 那可是有两个 但是if的格子里面只有一个 那你要填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通常我的习惯是什么? 要不你就是直接按这边 它会有个其他函数 再去找那个逻辑的偶额 按确定它会帮你加到里面来 那我的习惯是因为两个逻辑并不会很复杂 所以我就直接先打个偶 我就可以了 自己手动打一个 钱瓜糊 然后条件就是这个东西 它如果是 第一个是大于5% 这个地方5% 第二个的话呢 斗点就可以了 还是它 然后呢 小于负的5% 那一意思就是它过瘦 一个是过瘦 一个是过胖 那这个地方 这两个只要其中一个为处的话 那就什么样 就是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 就是标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 好 假设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标准 OK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啊 所以它应该会跑这个逻辑 OK 按确定 好 那当然向下填满 各位可以看到了 那所谓 标准的部分 当然就是 正负5%之内 它会有 可能 是那个 才有可能是标准 反之的话呢 不标准 OK 这第一个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了 如果说今天我的逻辑把它改成end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好 只是说呢 你那个假设把它改成end的话 那就是变成方向是相反的 就是在这个之间才是标准的 那end当然你可以 当然如果修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end 那只要怎么样 end是两个同时 就是交集的部分 那也就是这个追逝 假如说它是大于 这个应该相反 应该是大于负5% 而且小于5% 有没有 其实结果也会一样 所以你那边打一个end 假设我们把它改成end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方向改一下 它是要小于5% 而且要大于负5% 那当然 你看这两个条件 交集的部分 当然就是标准 有没有 所以这个把它改一下 变成后面的那个true force的判断 你要把它颠倒 有没有 OK 所以其实这一题 用end也可以做出来 把它打勾 那你会发现 当然向下填满 结果应该会一样 应该会一模一样 OK 所以其实 一个问题的处理 其实用连接或交集 其实都有可能可以做出来 当然不是每一题都可以 但是这一题的话 其实你用over或end 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可能我们需要 把它变化一下 VBA 当然最好是一键完成 按下它 这边自动输出 另外的话呢 当然输出的方式呢 可以直接输出结果 或者是输出的时候 可以直接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公式到储存格里面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也是之前同学问的 就是说 那可不可以把那个 因为其实 如果像现在蛮流行 那种健身中心 那其他当然 会锁定的族群是 当然一定是身材 不太标准的那个族群 标准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不太需要 再进一步行销 那所以呢 你有可能 希望留下那个什么 不标准的 把标准的删掉的话 那其实这边 你可以用到一个物件 就是叫Row 加S Row Row 哪一列 你可以把它删除 删除的这个方法 就是点Delete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先判断 哪一个列 它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标准 那就把它删除掉 OK 那其实就是跑一个回圈 再判断要不要删 要就删掉 所以跑回圈 里面再加一个 if的逻辑 然后如果 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就删除 所以其实程式 大概就是五行而已啦 4NES if N的if 中间就是删除 OK 然后把它 这个demo一下 给各位看 反向删除 OK 那各位可以发现 有没有 按下之后呢 就可以把你要的东西留下来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作业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不过你在删除的时候 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另外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删除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它删除掉的话 那你下一次它在练习的时候 你就没有可以练习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逻辑函数部分的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就是利用上个礼拜讲的 讲到if的部分 但是会增加那个偶尔跟and的部分 偶尔跟and的部分 那偶尔跟and的部分的话 就是两个方法都试做看看 你用偶尔或and的 那当然这题目里面 是有要求是用偶尔啦 不过其实 之前有同学就是 他自己就试试看了 用and的 他发现也可以了 所以他提出来 那当然 所以很多地方不见得一定只能用and或偶尔 OK 那再来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刚刚的逻辑改成VBA的话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其实这个跟前面讲过的也蛮类似的 当然不外乎就是一个回圈 再来就是一幅的逻辑判断 但是这边的逻辑判断 像之前的逻辑是只有一个条件 那现在如果有两个以上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那要怎么在VBA里面实作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做熟了 那未来你在很多在处理 这个工作上面要写一个VBA程式 其实就不会是很困难的事